2、1 欢迎收看王汝泽教育育儿宝典 孩子爱生气,暴躁易怒 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呢? 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教 今天呢,要来讲爱生气的孩子 又是一集很重要的情绪教育的一个议题哦 你的小朋友呢,有没有爱生气 然后很暴躁,很容易就是 很容易一下子就捏起来 然后呢,常常讲话没有礼貌 对大人很凶,语气也不好 我今天就要来讨论生气 生气也是一个所有人跟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的情绪 可是问题是怎么教啊? 你知道该怎么教吗? 我们今天呢,真的要好好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情绪教育的法宝 今天进来看直播的呢 都可以得到一张 教孩子冷静的情绪教育卡 我今天特别做了一整天情绪教育卡 我们已经讨论好多天了 到底要怎样的情绪教育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孩子冷静下来 才有办法好好沟通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赶快上线 还没有跟上的赶快进来 因为今天要讲很重要很重要的情绪教育的议题 就是 爱生气 暴躁易怒 爸爸妈妈应该怎么样教这一群的小朋友 好来,那我看到你们都已经跟上了 我就要开始讲了哦 好,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情绪教育卡 那里面呢,你说有几招? 今天总共15招 我讲的玩才怪,真的 总共15招 好来,我看看谁已经上线了 来跟我们say hello一下 好 暴躁易怒 爱生气 你家小孩有没有 晚安 有看到你们 刘淑华妈咪 好 你家的孩子会爱生气吗 中晚晚妈妈 你家的小朋友会爱生气吗 好 好 来,带淑敬头号粉丝 晚安 好 为什么一定要加入 要变成头号粉丝 原因是因为 我不要能看到你 这个是 这个是 脸书他们自己的程式设计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来互动 多留言 多互动 多留言 然后多跟我们 多跟我们 抄一些笔记 好 来,Vicky有看到你们 你们的小朋友 有没有买爱生气气的呢 好 爱生气 暴躁易怒 我下午就 就就就就 放了这个10点 10症状啊 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中 好不好 每次你们都说 我讲的每一个都中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应该要早点教 那 你不用 你不用焦虑 你不要担心 我必须要告诉你 穿在这边的每一个礼拜 这么多人 你看一下就到 2000位爸爸妈妈了 好 这么多人跟上的原因是 希望能不能轻松教 我今天下午也有讲说 大家开开心心的 在这边学教养 因为 我不希望你每天 就是那个教 呼叫的教 吼叫的教的那种教养 我希望你每一天 都是有方法的在养 这才叫教养啊 有方法的在养 才叫教养啊 所以呢 你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些十个镜头 先来看看 有没有打中你的痛点 是不是你家孩子的镜头 是的话 请你留下来看 如果你是路过的话 看到 这个怎么好像我家的那个小孩啊 那你就赶快进来看 第一种 常对家人发脾气 越亲密的 他越敢给笑 有前几天一个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一起来给我评估 然后阿公阿嬷就讲说 哦 对阿公阿嬷特别敢 有的时候生气起来的时候 还会有点这种举手要动手要打人哦 那种姿势哦 然后爸爸妈妈就得要吼他说 诶 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那是阿公阿嬷吗 不可以 不可以没礼貌 对家人会发脾气的 尤其是家人 对老师都不敢给笑 对同学都不会 对家人特别会生气 如果同意的 请你刷一排 请你刷一排表情给我们 那我们知道说 真的 孩子对家人真的容易生气 然后很爱生气 第二种 常常用很凶的那种语气呢 在回爸爸妈妈的 问他的话 干嘛 为什么要这样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 用那种很生气的这种语气啊 然后来回话 来这种态度 来对大人 当然 这样回来的时候 你也会很生气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情绪教育最重要的重点是 抓住他们的原因 还有当下应该要怎么样引导 这是我开这些直播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第三种 事情做不好哦 自己在那边生气哦 你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但他就会很生气 只要事情一做不好的话 他就会生气 有没有 第三种 有没有呢 好来 你家的种哪一种 2600位爸爸妈妈 然后第四种 那个脾气暴躁 没有耐心 脾气暴躁 没有耐心 然后第五种 生闷气的那一种 生闷气的 不愿意沟通 然后第六种 生气起来的时候 就乱挥啦 乱打啦 乱丢啦 乱摔啦 好 生气起来的时候 就乱丢啦 乱打啦 乱摔啦 这些都有 然后第七种是 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的 好 一不如意的话 就会用尖叫的方式 尖叫小孩又来了 尖叫 尖叫 全中 是不是 好 余上邪 妈妈你说 中了一个 是不是 第一个 好 有妈妈说 12345678910 刷整排 真的全部都中了 好 再来 第八个 我还没讲完 你就已经全中了 第八个 不受控 被限制的话 就会生气哭闹 被限制的话 就会生气哭闹 不听 然后用生气的方式 逃离 好 第九个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现在发脾气的速度 都很快 一下子就生气起来 然后也没有让你可以 讲道理的时间 你说老师讲的 这一句话 对不对 现在的孩子 生气的速度 很快 一下子就生气气 然后呢 都没有让爸妈 可以讲道理的时间 无法沟通的 无法沟通的 这一种 第九种 第十种是什么 事情不如他预期 不如他预期的话 他可能会暴怒 他本来已经预期说 这礼拜六要出去玩哦 他本来已经预期说 等一下我可以吃什么哦 他本来已经预期说 我写完功课了 以后可以做什么 结果事情不如他预期 突然礼拜六呢 天气不好 不能出去了 抓工 然后或者说 等一下 等一下 突然什么事情 不能做的 他已经很期待了 期待好 结果呢 都没有弹性 不太能沟通的 好 2900位爸爸妈妈 一到十 你有没有刷整排 还是至少中了五个以上 林小薛你中四个 我觉得还好耶 我觉得四个还行耶 对啊 好 来 那我觉得 我觉得五个以上的 真的是 真的是需要一点点 情绪教育 那 我不能说五个以上 你的孩子就一定有问题 但是我必须要讲 五个以上你的孩子 真的很需要情绪教育 而且爸爸妈妈需要知道 怎么情绪教育 好不好 好 这几个 一到十的 你们的小朋友 你们小朋友 中几个呢 已经三千位爸爸妈妈了 我想今天真的是 大家真的是 很想要知道说怎么教 所以 我也知道 大家不想要听理论 在王泽教育育儿宝典里面呢 你很少听到什么 多深奥的理论 在这个十点的这个 都已经快要昏迷的 这一个时候呢 然后跟你讲说 哦 那什么什么理论啊 然后他什么教啊 是不是啊 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要送你一个 很实用的东西 这个叫做 我今天做的 我今天做的 你不要急 你今天到摇滚区来的 三千一百六十位 爸爸妈妈妈 好 已经很快飙到 三千两百位 爸爸妈妈妈了 好 好 我今天要送的东西 如果你今天刚好 入过的 或者是你刚加入的 爸爸妈妈 你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这边 怎么这么多人 在这边看 你可以进来听听看 因为王老师常常教你们 很多很多实用的方法 第一时间就可以跟孩子 对应的这些方法 所以我今天要送给大家 爱生气小孩 还有暴躁易怒小孩 一分钟冷静的情绪教育卡 导播他们有看到吗 会不会反光 好 我等一下把这一个十五格 打开了以后 这一张卡片要送给大家 然后我等下会跟摇滚区的所有人 跟你讲说我要怎么送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 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 这个好像是夜市的那个口号 这边不是卖直升机 这边也不是在团购 这边是在教你怎么样把孩子教好 教你怎么样跟孩子 就是有一些有效的沟通的方法 教你懂孩子心里面在讲什么 这就是王王哲教我们育儿宝典直播 最重要的精神跟目的 好 今天要送这个 一分钟冷静的情绪教育卡 好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这个好像那个夜市啊 我觉得每边做的还不错 很像那个夜市在搓那个 搓搓热有没有 我们下次应该要做成那个用戳的这样 每边会不错而已 好吧 我已经换了好多每边了 对 好 不要再让他不错了好不好 这样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好 当我生气时 我可以 我可以怎样 这一张卡片 今天整个我打开了以后 留下来 贴在 贴在 你家明显的地方 或孩子的书桌前面 让他每一天看 因为这里面满满的方法 我现在很想要问所有的家长 在我这边的所有的家长 3400多位爸爸妈妈 当孩子生气的时候 你知道你要教他做什么事情吗 这个时候我们常跟 我们常可能只会想说 不要生气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乱丢 不可以这样子乱打 不可以这样大小生 没礼貌 家边有人要给你做会的 对 也有 刚才导播讲的也是一种 就是你会跟 你会跟孩子讲说 你这样子的话 谁要跟你交朋友 谁要跟你做朋友 各位 我告诉各位 这些不见得全部都是对的 但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讲 你有在教 你真的有在教 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爸爸妈妈会告诉他 就先证明了一个 一点就是 你有在教 我们没有在 我们没有不教小孩哦 可是我们教的 教小孩的方法 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好 那我觉得 对 够不够 对 导播讲的也很对 就是够不够 我们都有在教 但好像不够耶 我们在这边产生的 就是那个不太够的那种感觉 孩子没办法跟我们对话 所以当我生气时 当我生气时 我可以做的十五件事 妈妈 如果你也常常生气 你也常常被孩子激怒 你也常常被孩子弄到很毛 很想要揍人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你可以用的方法 所以我请你把这一张情绪教育卡 等一下一定要看完 一定要看完 你要从头跟到晚 因为今天是唯一一集 我觉得你不可以中间跳走 你不可以听到你 你要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就跳走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很重要 像第一个 当我生气时 我可以怎样 你一定听过 可以什么 深呼吸 并吐气 深呼吸 并吐气 可是你有这样教过孩子吗 字比较小 对不对 导播你先帮我看一下 他们能不能看得到 勉强可以是不是 好辛苦你们了 好 对 我没有办法再换每边了 每边已经跑好几个了 他已经尽力了 好 你可以 他可以怎样 可以深呼吸 并吐气 你可以教他 为什么深呼吸 跟吐气是有用的 你知道 生气的当下的时候 你整个循环是乱七八糟 包括呼吸的循环 血液的循环 这些东西的循环 对你的情绪的稳定 还有对你的思考 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式 很多人说 这到底有什么玄妙的地方啊 怎么网络上面都在讲说 深呼吸 深呼吸的时候 深呼吸 等等这样 我说 这其实是在建立一套规律回来 因为当你当孩子生气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规律 他已经乱了套了 所以 你告诉他 来 你跟妈妈一样 深呼吸 然后吐气 我们做三次 我们再来讲话 在那个之前都不要讲话 因为讲出来的话 全部都是气话 全部都是气话 那 我今天的这一分钟 冷静的情绪教育卡 要在平常教 你写一下笔记 情绪教育卡 要在平常教 不要到生气的时候呢 才拿出来 要教他这些方法 买乎 绝对来不及 所以 每一格 只需要平常教的时候 只真的只需要一分钟的练习 他平常都有在看 都有在练习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对 好 然后呢 如果这15个啊 等一下全部都开完了以后 你可以教孩子怎么用 你知道吗 当孩子在生气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请他拿一个贴纸 拿一个贴纸 他如果选了哪一个方法 他就去贴贴纸 他就贴贴纸 他用这个方法 他就贴贴纸 他用这个方法 他就贴贴纸 当这一张卡片呢 挤满21个贴纸的时候 给他一个小奖励 好 我再讲一次这个数字哦 在教王真相里面其实有讲到 一个好习惯要练成 要养成的话 需要21天 需要21天 所以当他生气的时候啊 当他生气的时候 他选了一个方法 然后去做那个 让自己冷静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贴一张贴纸 当挤满21个贴纸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小奖励 那奖励他什么 奖励他 你有在学着用 让自己可以冷静的方法 所以我不教 我绝对不会教各位说 教孩子不生气的方法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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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会生气 孩子也会生气 我在这边已经 3700位爸爸妈妈 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 我要教你 怎么样让孩子冷静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 好 重建他的循环 深呼吸 土气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教他 第二个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 我可以怎样 这都可以教孩子的哦 数到20 数到20 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小 因为现场有那种 两岁很爱生气的那种小朋友啊 好 的爸爸妈妈嘛 如果你的孩子两岁的话 很简单啊 数到5就好 数到5 好 那你家的孩子 如果是3岁的话 他就已经可以数到20 就可以数到20 啊如果你家的孩子是比较大的时候 他就可以数到30 或者是50 好 在数这些数字的时候 在数这些数字的时候 其实是让他恢复理智线的做法 而且是在帮助他转移注意力 不要一直把情绪停在他的那一个挫折事件上面 所以多小的孩子都可以来这样子做 如果很小很小的孩子没办法这样做的时候 变成妈妈抓着他的手 然后跟他讲 来妈妈帮你数哦 我有教过你哦 我数到5了以后才可以讲话 1 2 3 4 5 好 大一点的孩子的时候 你牵着他的手 他在生气 发怒 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 告诉他 你就告诉他说 来 我们平常怎么练习的 你自己数到10 你自己数到20 好 所以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数到20 我可以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起头 为什么我要用我可以 是孩子自己可以怎么做 所以这是平常的情绪教育卡 平常就要来练冷静的情绪教育 好 第三个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还可以怎样呢 好 告诉你的宝贝 好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去喝水 喝水 你有没有看到我后面 夸胡写的 比较小的字 有写冰跟温 导播他们可以看得到吗 我觉得今天来看 看的家长真的还蛮辛苦的 我们再努力改进一下 好不好 能不能让这个图卡的反差 或者说是什么 做得再更好一点点 好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喝水 而且是喝冰水或温水 好 一定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好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其实我们 我们如果有一个外界的刺激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 那个外界的刺激 那那个外界的刺激 如果是一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 那个刺激的时候 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了 所以我如果叫他去喝个常温水 效果可能没有请他去喝冰水 或者是温水还要来得好 那你可以这样记 冰水反正就是降火 但是我要告诉你原理是 喝了这个冰水 然后在口腔里面 孩子的整个感觉会集中在这个水上面 不会集中在自己发怒的事情上面 那温水也是一样啊 有些爸爸妈妈不想要让孩子去喝冰水 那我说为什么温水可以呢 因为温水的感觉呢 跟平常在喝的常温水是不一样的 他也会去感受这一个水的这个温度 暂时的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自己自己短暂的不生气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争取时间讲道理 好有没有记住这些重点呢 好我虽然讲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们在临床教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些重点 不管我们在引导情绪障碍的儿童 我们在引导脾气差的孩子 或者是我们在在引导一个孩子要让他更高EQ 我们都是用这些方法 所以我今天呢 全部都无偿的做这个 这个卡片来送给大家 就是我要告诉你 这是我的情绪教育 好再来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 好来哦 我可以怎样呢 好 我可以去运动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伸展操 其实身体做一些运动跟做一些伸展操的时候 做一些伸展操的时候 可以让整个整个情绪变得比较和缓 因为他的肌肉是比较放松的 他的肌肉是比较放松的 而且在动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 大脑会比较舒服 身体动起来的时候 大脑会比较舒服 比较不会有一种不能专注 已经发呆恍神的那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去运动做一下伸展操 可以降低怒气 可以让孩子冷静 好可以让孩子冷静哦 好再来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还可以怎样 来教孩子 可以找大人帮忙 可以找大人帮忙 因为有些孩子啊 你可以记一下这一段的笔记 有些孩子生气 易怒暴躁 是因为我们上上一集讲的 他没有情绪表达的方法 他讲不出来 他到底哪里不让他生气 他搞不好回家的时候跟妈妈生气 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同学弄他 那他不会讲 他没有办法说出来 所以他就把那个挫折事件带回家 你就变成什么 出气包 你就会变成出气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当孩子表达不好 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你可以跟他讲说 来当你生气很生气的时候 请你去找一个大人帮忙 你要找哪一个大人帮忙都可以 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说 我现在在生气怎么办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要告诉他 他生气的时候 你就要来找大人 跟大人讲说 我现在生气怎么办 好 所以他如果在对自己生气 或他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 你可以教他讲这句话 很多人讲说 啊有那么简单吗 我告诉各位 孩子就是因为没方法 孩子就是因为没方法 所以孩子的情绪困住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的 教的孩子要从小教起 要从比较小的年龄的时候就开始教 再来第六个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去拿笑笑符咒 你说啊 什么是笑笑符咒 当我生气的时候 什么叫去拿笑笑符咒 来导播解释一下 这个他用过 笑什么 让孩子自己画一个 请小孩自己去画 因为他很爱生气 所以请小孩自己去画说 那你觉得 比较大声一点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让我拿出一张的时候 就是提醒你可以不要生气 那我们就把那一张画成笑笑符咒 所以就是反正讨论之后 他就画了一张笑脸 反正就上面写着笑笑符咒 妈妈我生气的时候 你就拿出来提醒我 对 好 OK 所以让孩子自己去画一个笑笑的脸 然后呢 当他生气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在画的时候 当然是 是你自现在的时候 而且是开心的时候 然后教他 当你生气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自己去拿 你曾经画过的那个笑笑符咒来 妈妈你拿 好 妈妈拿也可以 然后拿给他看 他重新怎么样 回忆 回忆 哦 我先要先平息我的怒气 我先要先冷静一下下 有效 而且几到几岁有效 你觉得 几到几岁 对 大 大 我觉得 我觉得四到六岁啦 好 我觉得 我觉得四到六岁 这一招是有 这一招是有效 那这种方法是 很具体的方法去教情绪 因为情绪真的很抽象 我一直跟你们讲说 情绪对孩子来讲是很抽象 你叫他不要生气 他会告诉你说 我没有生气啊 你叫他不要那么凶 他会觉得说 我哪里有凶 你说我讲的对不对 如果我讲的对的时候 孩子常常这样子回你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表情说 老师啊 真的 他真的常常 明明很凶 还说他没有凶 他明明已经很生气了 他还说 他哪有生气 他在讲说 我哪有生气 那句话都在生气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还蛮需要大人来了解的 好 再来第七个 当我在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去唱歌 去听歌 好 去唱歌 去听歌 歌 去唱歌 唱 唱 唱的这件事情啊 其实是有把情绪抒发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听歌 转移自己注意力 听音乐 可以 所以听音乐是可以 看看孩子要不要选这种方法 再来 当我在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呢 好 我可以去写字 我可以去画画 有些孩子讲不出来 请你让他用写的写出来 这是属于小学生阶段 有些孩子讲不出来 你可以叫他画出来 这是属于幼儿园阶段 画画你不要干扰他哦 他到底是要随便乱画 然后发泄他的那个怒气啊 也可以 还是他要好好画也可以 他要着色也可以 他要画线也可以 好 这个平常就讨论 哪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变成是一种 冷静的方法 所以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要讨论 再来哦 第九个 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可以怎样 可以教他去找疗愈小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摸到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随便今天就带了一个布书 像这种布书 那这布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摸的东西 譬如说像这个小兔子 随便哦 你家里面有的都可以哦 没有一定要什么东西 就是很好摸的 就是这种很舒服的 软软的柔柔的这种感觉 这是触觉疗愈小物 每个家里面都可以有 包括孩子的娃娃也是 抱枕也是 有些孩子是摸棉背脚 有些孩子是摸棉背脚 有些孩子会很喜欢很喜欢 有一些触觉上面这些部书 不管 这个东西就叫做疗愈小物 每一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他的疗愈小物 所以当孩子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请他去找这个疗愈小物 去摸 然后去揉 去碰 好 我 我 这一招啊 这一招 我连试在小baby身上都有用 当一个小baby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 他在那边惊声尖叫的时候 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我会塞一个豆包或沙包 到他的手掌心上面 然后握着 让他握着这个豆包或是沙包 假设这是豆包还是沙包 或者是一个一个触觉的小玩具 我就把他放在手掌心上面 这样子让他握着 你就会发现他的情绪变得比较稳定 比较不会尖叫 为什么 因为这是触觉系统 大脑里面的触觉系统呢 跟情绪系统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当这个触觉被满足了 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呢 他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 这个就是触觉系统疗愈小悟 好 再来 接下来这一个呢 当我生气的时候 请孩子可以选择走开 离开这一个事件 走开离开这一个事件 或者是去走路 去走路 去走楼梯都可以 走开离开这一个事件 你知道这个大人看起来 什么走开这个大人看起来 就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方法 这是哪门子的方法 我告诉各位 他还真的不会离开 那一个让他发怒的事件 譬如说 弟弟在跟他抢玩具的时候 弟弟把他弄得很生气 好 弟弟把他弄得很生气 他还真的就停在那边 跟弟弟呢 互相生气来生气去 抢来抢去 他不太会去进行 走开去求救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所以有些孩子的时候 你必须要这样子很具体的教他 好 再来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这个也是蛮好用的 真的 我们试过 真的超好用的 你们有想过 狮子或者是柔子团 来 导播你帮我拿一下 当我生气的时候 可以去怎样 可以狮子或柔子团 好 好 来 可以 这样子 好 导播今天在跟我演例的时候 他说 狮子的时候可以这样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我不知道他到底多缺乏爱我 我是不知道 他怎么想出这种例子 他爱我 他不爱我 爸爸到底爱我 还是妈妈到底爱不爱我 妈妈 这个其实蛮疗愈的 我真的不骗你 我真的不骗你 你可以拿日例子给他撕 但这个活动平常不能做 只有在生气的时候 可以给他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就会觉得说 哇 那个在撕的那个过程中 其实连小小孩都会有用 他会很开心 他会被转移注意力 当然这个前提是 在执行这些活动的时候 这些是他已经事先 先选好的冷静活动 冷静活动 他觉得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撕纸可以 或者是揉那个揉黏土 我们也常建议爸爸妈妈 让孩子揉黏土 你就会发现孩子的情绪会比较稳定 揉纸团 刚刚撕了这个纸 你知道我们在 有没有在这边已经有 很久很久以前的铁粉 教孩子比IQ更重要的是 这一本书里面 我会有没有教大家 请孩子拿着彩色笔或蜡笔 在上面画出他的生气 画出他的生气了以后 把他揉起来 把他揉起来 丢掉 把生气 画进去 揉起来 丢掉 好 就这么简单 很具体的方式 让孩子去冷静 去处理他自己的那个情绪 好 有没有人有教孩子比IQ更重要的是 来举手 好 我已经很久了 好 来 那一本书我们里面写了好多好多活动 为什么叫做教孩子比IQ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觉得EQ更重要 情绪教育更重要 好不好 来 那当我生气的时候 孩子可以怎样 可以做自己快乐的事 这一格 等一下这个卡片要送给大家 这一格是让你自己去填的 你的孩子快乐的事是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填上去 你可以把它自己填上去 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所以我留了一个空白的地方给你 就像我在 勇闯EQ神秘岛那套情绪桌游里面 我送大家的空白情境卡是一样 这一格算是空白的 好 再来 第十三个 好 来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来 教孩子可以去什么 去吃东西 有些孩子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肚子饿了 他就会生气 好 那有些孩子吃东西的时候 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而且研究发现 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咀嚼 那个咬东西的 那个动作 可以让大脑冷静 可以让专注力集中 写下来 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咀嚼 可以让专注力集中 可以让孩子冷静 所以当我生气的时候 孩子可以选这一格 我可以去吃东西 好 再来 第十四格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可以去找朋友 可以去找朋友 好 跟人社交的时候 其实孩子是忘记挫折的 孩子是可以控制情绪的 而且孩子会透过社交 会模仿情绪 会模仿情绪 所以你说孩子学坏的 总是特别快 对 没有错 我一直讲说 没有错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这绝对是教典上面的这个真理 所以当孩子去结交朋友的时候 他也在模仿朋友 稳定的情绪 你也会担心说 那朋友在那边尖叫 或者在那边生气 他是比较不好的榜样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会模仿 我必须要告诉你 会 他会模仿 但身为父母的我们 我们必须要怎么教 当他在模仿坏的时候 我们要回来 告诉他 跟他讨论说 你觉得你的朋友这样子 你喜欢吗 你喜欢他这样子吗 不用讲的 直接用生气的 你喜欢他乱丢东西吗 好 那孩子会有是非的观念 会开始建立 他可能会不太喜欢 或不好意思说 喜不喜欢 那这时候你就会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你哪里不喜欢呢 刺激孩子去思考 所以 虽然孩子的朋友 可能也示范了不对的情绪 但是你还是可以拉回来教育 还是可以拉回来教育 我就常常这样子做 好 再来 当我生气的时候 最后一个 我可以怎样 孩子可以怎样 好 来 孩子可以 去找喜欢的玩具 每一个孩子喜欢的玩具都不一样 有些人是魔方 就是魔术方块 有些人是战斗陀螺 好 有些人是什么卡牌 有些人是一只娃娃 有些人是一组配配猪的伴家家酒 好 平常就要跟孩子讨论 哪一个玩具 或哪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产生最快乐的感觉呢 当你生气的时候呢 妈妈就会让你去找他 那今天下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有老师就问我说 那这样不是奖励孩子生气吗 生气还可以去找东西 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是说我们今天开这一课最重要的目的是这样 就是说 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急着要沟通跟要教他 可是我说过去我们顺序错了 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发怒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先让他冷静 你要抄这一句话最重要最重要的笔记 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 你最应该要先教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冷静 先教他冷静 先教他冷处理 先教他把情绪先停下来 你要先教这件事情 所以孩子生气起来的时候 不是教他不要发脾气 或者是不是拼命的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是情绪教育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 易怒小孩 爱生气小孩 父母最该教的第一课就是冷静 所以我今天才要送大家 一分钟冷静的情绪教育卡 情绪教育卡 在这一则影片 在这一则影片的字顶上面 我有留了一些话 还有一个连结 在那个连结里面 可以去下载这一张情绪教育卡 我要请今天跟到最后的所有父母 好好地利用这一张情绪教育卡 把这么多的方法贴在孩子的房间 贴在你的客厅 贴在孩子会经过的这些地方 每一天都在看这些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 当孩子真的生气的时候呢 请他去拿贴纸 粘其中一个 粘其中一个 然后呢 去选一个方法做 让自己冷静 当这一个情绪教育卡 贴了21张贴纸的时候呢 请你给他一个小奖励 那表示呢 他做了21次的冷静 那一个东西 只要练习连续21次以后 后面就会变成一个好习惯 所以孩子不是不能生气 而是孩子要学习冷静 今天你有学到了吗 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的连结 我有留一个连结 还有你等一下可以去 天才领袖的line 一定要加入 天才领袖的line 去下载这一份 去下载这一份 你今天在这边 只要有留任何的笔记 在这一个影片里面 有留任何的笔记 有跟我们做任何的互动 我等一下都会私讯给你 这一张卡 让你好好的去运用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把这15点都好好的讲 为什么可以让孩子冷静 而且应该要怎么做 我等一下都会透过私讯 传送给你 我也会放在天才领袖的line 那有这么多方法 都可以跟你touch 你应该不会漏掉 我送的礼物了吧 希望呢 所有的家长在 今天的这个情绪教育课 结束了之后 都可以想到 王老师讲的这句话 情绪教育 当孩子生气起来 或者是发怒起来的时候 所以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他学习冷静 这样好不好 我们有百大网红的投票 大家一定要赶快帮我们去投 我们希望我们的育儿教养 家庭亲子这一块 能让更多人看到 我的理念很简单 如果更多人看到我们聚在这边聊 育儿家庭 还有亲子教养 那大家就会更重视这件事情 公部门也会更重视这件事情 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 投入更多的情绪教育的这些教材 或者是编撰更好的情绪教育的教材 给我们很多很多辛苦在带孩子的爸爸妈妈 所以百大网红 我不是要红 红不红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我也不是要赚钱 这也赚不了什么钱 也没有任何的奖品 没有任何的奖杯 但是百大网红的这一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争取更多的媒体曝光 可以让政府社会更重视亲子育儿 家庭教养的这一块 我们当然要参赛 所以我昨天转了一个念 我就希望大家赶快来投票 我们一定要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辛苦聚在这边 还有我们现在面临的育儿的困难 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教育 要台湾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 我们透过这个平台来发声 你说好不好呢 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教养直播等各位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要赶快来拿情绪教育卡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